那为什么有时候你会对某一个人会有晕传感 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结果在不同的时机有这种晕传感 也有可能是你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人 他却发生了 也有可能是你一直都觉得我就是个理智脑 我根本跟恋爱脑沾不上边 结果某一天你却被攻陷了 大家好我是凯莉 今天来跟大家讲的是 有关催眠状态 你不知道的是什么呢 其实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常常都是会处在一个奇妙的催眠状态里面 那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在爱情里面 我们常常会在一开始 投入这一个恋爱关系的时候 产生的那一种 什么叫晕传现象呢 就是那时候你的状态 常常都是有一种 闷闷隆隆隆的晕晕乎乎的感觉 然后你的心情 你的思绪 你的脑筋 还有每到某一种特别的情境 总是不由自主的会让你重回那一种 恋爱氛围 不灵不灵粉红泡泡的那种 那种櫻花缤纷落下的感觉的时刻 这时候啊 其实就是非常显著的一种催眠状态 你不知道吧 原来晕传也是一种催眠状态 所以今天就是要跟大家介绍的是啊 其实要设置这一种恋爱里面的特别感受呢 是可以由几种步骤来去设置下来 所以大家不妨也可以学习一下 或者是验证一下 你是不是经由这几种步骤之后 才会很容易可以产生这种 晕晕燃的感觉 那如果你学下来之后啊 以后在你的关系经营当中 说不定也可以利用这几个小小的技巧 然后来增加你跟对方之间的一些恋爱的感觉哦 所以呢原则上我们今天要跟大家介绍的 就是一个叫做心毛的设置技巧 那心毛呢在催眠状态里头呢 其实在一个催眠的技巧当中啊 他原则上都是用在某一种情境的设置 为的就是要让下一次催眠者来了之后 我跟他下了这个心毛 可以勾引起 可以牵引起他上一次的催眠画面里面 同样的感受让催眠师可以继续进行 我们上一次还没有完结的议题 那如果是这样子的东西呢 如何可以应用在我们刚刚所说的 恋爱关系里头去增加彼此 你对我之间的这一种强烈的心灵感受呢 原则上呢我们可以用一种 就是放置心灵书签的方式 所谓的放置心灵书签是什么概念呢 就是当我翻到那一页的时候 不由自主的我就会在这个时候 回到那时候的场景 回到那时候的我跟你 回到那时候的心情感受 心绪跟所有的一切 很奇怪的是 那为什么你有没有觉得啊 有时候你会对某一个人会有晕传感 有可能是同一个人 结果在不同的时机有这种晕传感 结果呢也有可能是 你以为不可能发生的人 他却发生了 也有可能是 你一直都觉得我就是个理智脑 我根本跟恋爱脑沾不上边 结果某一天你却被攻陷了 很有可能就是因为 在某一种情境之下 符合了我们等一下要介绍的 设置的这个三步骤 你背下了一个心灵书签 而你不太知道 所以心灵书签是因为有其独特性 那个独特性有可能是人的独特性 场景的独特性 还有情绪的独特性 造成了这个书签 能够成功的放置在你的心灵里面 所以在那个时候 书签被打开 被引动了之后 你就成为那个时刻里头的VIP了 OK 那这个心毛技巧 用三个步骤如何设置呢 那第一个步骤就是当你心情急剧起伏 心情波动很大的时候 什么时候你心情会波动很大呢 特别哀伤的时候 我们特别哀伤的时候 是不是就很想要找一个依靠 或特别开心的时候 你是不是会觉得很想要有一种分享 或者是当你特别脆弱的时候 特别脆弱的时候有什么时候 有可能你很愤怒 你需要宣泄的管道 有可能你很忧郁 你可能需要有一个依靠 当然你很有喜悦的时候 那时候你整个心情都是开场的 所以当你心灵起伏跟情绪起伏 特别大的时候 你原则上就会把你原本在社会当中 行径当中比较坚固的你 一层一层的先拨开在那个时刻 所以心情起伏特别大的时候 你本来坚硬的盔甲就有了一丝的缝隙 接下来第二个步骤 就是用特定的方式打造专属于你 个人的特征 那心毛的心灵定锚点呢 就是在这时候设置的 那怎么设置呢 就是用特定的动作再加上说话 特定的动作原则上就可以去设置 这种心灵的定锚点了 但是如果加上说话的时候 就更有你的个人的专属特点了 那我们来打个比方 举个例 恋爱的时候 大家女生就很受不了 那个男生的摸头杀 对不对 哇什么时候会出现这件事情 通常都是女生心情很不好 或者是很需要那个帮助 或者是很需要一个依靠的时候 诶 不管是谁 以前你绝对不可能的人 或者是本来你一直就很喜欢的人 或者本来是同一个人 以前没有 可是现在却有 就是因为海那个moment出现的时候 他出现了这一个 啊没事啊 有我在 哇 超重 那时候你可能就重了 对不对 女生 那如果是男生 也有可能 这个女生可能本来他也对他很无感 结果可能就是在这个男生 突然间 他可能得了一个非常重大的礼物或奖赏 或者是比赛成功的时候 那时候 那个时候他看到了你 结果那时候的你呢 对他抱以一个非常灿烂的微笑 然后呢 跟他说了一句 哇你好棒哦 然后眼睛bling bling bling的 那时候男生可能也重了 这时候呢 就是我刚刚说的第二种步骤 特定的语句加特定的动作 你好棒哦 然后一个非常灿烂的微笑 或者是男生摸他的头说 哇 没关系 有我在 哇 这不是很棒 所以呢 当第一个情境 心情起伏特别大的时候 你的心灵有了一个 小小的裂缝跟出口 第二个 使用特定的语句 再加上动作 放下那个出签 那接下来 我们要如何让这整个状态落实呢 如果那时候 能够有一个特别的场景 那这整个句嘛 就会更有印象感了 对吧 那是什么样特别的场景呢 例如我刚刚所说的 可能是男生他刚好得了一个大奖的时候 这就是一个特定的场景 所以之后每当他看到颁奖典礼 或者是因为球赛得了大奖 那他看到球赛的时候 就会特别的有感觉 那可能还有什么样的情境呢 例如游乐场 游乐场的时候 大家都在那里很容易 就会有心情的高低起伏嘛 所以恋爱圣地 通常都会是游乐场 因为那时候我们的心灵起伏特别大 有你和我在一起的时候 不管是喜怒哀乐都因为有你 让这个喜怒哀乐点更加的丰富跟丰盛 或者是暴雨天台风天 当然我们不太推荐那时候大家出游啦 可是在一个台风夜里 如果你是在外出租的一个游子 或者是在外面工作上班的人 那如果那时候有个人打电话来关心着你 哪怕你现在是吃着泡面 他问你还好吗 需要帮忙吗 什么之类的 你不会觉得心里特别的暖乎乎吗 那还有一种场景 就是像演唱会 哇演唱会那种特别的嗨 或者是你们有共同的一个偶像 来去追星的时候 那一种心灵起伏都是很同步很共识的 其实也是一个很好下心毛的时机点 那当然还有各种各种的时机点 都是可以用下我们在自己 可以设置在对方的心里头 能够有重要的一个心毛的定毛点 那你有想到你是不是有哪几个特定的场景 是因为这样子而陷入的呢 好 那我们今天跟大家介绍的小技巧就是这个咯 那可以看看一下自己在哪些情境当中呢 常常会有这样子的心情 那当然心毛的设置 也会可以用在其他很多很多的方式 其他很多很多不同的用途上面 那如果有兴趣的话 就可以来参加我们的春眠课程 里面有很多的小技巧可以提供给大家 谢谢